美国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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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 快 过来 哥 你为什么老来这条河钓鱼呀 你懂什么呀 这条河都是美人鱼 知道吗 哦 不是 这是什么河呀 清水河呀 哥 你再教我两招吧 我教你什么呀我 你先把你那名字改了 二百多斤大老爷们叫什么不行 叫桂花 赶紧改了去 哥 我哪比得了你啊 你在江湖上多厉害啊 那是谁不知道我黄丽娟 哥 那张老板吹债 咱不能老躲着呀 那你还去 哥 那我有一个主意 那个大音乐家郭阳 来咱们这儿寻亲 重金寻找他的双胞胎弟弟 我看过他的那个海报 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 会不会你们是亲兄弟啊 别瞎说 那郭麒麟跟郭德纲长得还一样呢 那能亲兄弟吗那是 告诉你啊 这事你别管了 哥 那钱怎么办啊 那张老板已经派人来找咱们了 你放心 你放心 能找着我黄丽娟的人 还没出生呢 黄丽娟 哥 不是没出生吗 早产啦 逃吧 哥 谢谢你替我还钱哪 哥老师 我特别崇拜您啊 您的音乐总能让我感受到一股 来自前缘的淡淡的奋香 好了 不用说了 我都闻到味了 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凭什么 凭咱俩长得像啊 哪像啊 由内而外的像啊 我现在需要你由内而外的出去 走走走 别动我 你 不懂艺术 有请下一位 哥哥 我是你的双胞胎弟弟啊 哥哥 不是我 哥哥 我是你的双胞胎弟弟啊 弟弟 你演得不错 但是性别是硬伤啊 啥意思 就是你要说你是我弟妹 我能跟你聊两句 好 那我就是你弟妹了 两句到了 下去吧 艾伯哥 我还有才艺表演呢 哥 我说你干嘛呢 他像我弟弟吗 您得这么琢磨呀 没有高山不显平地 下一位是最像的 嘿 兄弟 出去 好嘞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双胞胎啊 双胞胎得跟我一模一样 心灵感应 我们是有心灵感应的 我看您和那brother挺有感应的 我和那brother有什么心灵感应啊 他一进来你脸都黑了 出去 好嘞 你们俩双胞胎 气死我了